新冠肺炎的疫情都还没有趋缓 这夏天的脚步已经到来了 而这也是并没闻资深的好发时捷 为了落实居家环境卫生 国光里是超前部署 先进行里内巷弄的喷药消毒 做好社区的整洁 以避免登革热疫情的发生 共同的来维护里民的健康 环保志工带着喷药工具箱挨家挨户 进行巷弄消毒 新冠肺炎疫情还没趋缓 又接近登革热病霉纹号发时捷 为落实环境卫生 国光里长这天带领多位环保志工 进行喷药消毒工作 我们国光里现在先进行 这个病霉纹的消毒 是因为因应现在新冠病毒的 这个病毒这样子这么严峻 我们也要先做好防范 接下来就没雨季节了 而且夏天到了病霉纹开始多了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做好超前部署 把这个病霉纹先防治好 这样才不合登革热的滋生 新冠肺炎疫情让民众更注意个人卫生 但社区环境也很重要 这一次的喷药消毒 不但维护里民健康 也让大家更安心 觉得非常的好 因为防范的时候 那个蚊子也很多 天气渐渐的变热 有这样子的消毒动作是非常正确的 而且也对我们这个疫情很有帮助 做得还不错 他都会公告我们一些 比较需要注意的东西收起来 他都会定起来给我们消毒 让我们蚊虫少一点 比较不会有登革热发生 夏季市蚊虫容易滋生的季节 一旦传出登革热疫情 再加上新冠肺炎 恐怕是雪上加霜 因此除了个人清洁做好 落实环境卫生 才能阻绝疫情与境外 记者张伟玲 台中采访报导